我是盖纳朱曼,第27战斗飞行小队的队长,率领F-15机队在伊拉克上空巡逻 今天的任务是扫苏米格基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战略性空战 这次战役的首要目标便是快速取得制空权 而F-15飞鹰号是达成这一目标最称职的机种 我宣布F-15飞鹰号启用,愿你们赢得制空权 1974年,F-15英式战斗机正式服役 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苏联的米格25 米格25是一种高空高速战斗机 它的性能在多方面都超越了美军的F-4 而且它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种因素超过三马核的战斗机 1960年,为了对付当时苏联强大的军力 美国空军公开招标 要求能够设计出一种能够掌握绝对制空权的超级战斗机 结果中标的是美国的卖道公司 生产出了配备有最先进电子设备的新式战斗架 F-15 这种战机机体庞大,造价昂贵 每架战机的造价大约是三千万美元 1991年1月17日凌晨 668架飞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集结待命 随即开始第一次空冲契机 画面上这个人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他就是萨达姆侯赛英 伊拉克的第五任总统 就是他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 1937年4月28号 萨达姆出生在伊拉克一个男女的家里 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是她的叔父把她育养成人 萨达姆的医生可以说是跌宕起 天堂地狱她都走过了 医生历经了无数次劫难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一辈子都在地方爱上 1968年 萨达姆率领一支坦克部队 攻占了伊拉克组 11年以后 1979年7月17日 萨达姆当上了伊拉克总统和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席 即当政军特警大权一身 达到了他权力的最高 不过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以后 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军推翻了 在经过半年的逃亡生涯以后 他被美军抓住了 2006年11月5号 萨达姆在伊拉克以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2006年12月30日 萨达姆被执行绞刑 行刑的时候 萨达姆表情平静 在进行了简短的祈祷之后 按照惯例 伊拉克在进行绞刑处决时 会给犯人头上照上一只黑色的头套 可是正当要被戴上头套时 萨达姆却表示了拒绝 刽子手于是把头套围在了萨达姆的脖子上 就这样 这位伊拉克昔日的领导人 保留了最后一份尊严死去 终年69岁 回过头去看 萨达姆在伊拉克掌权的20多年时代 这个国家是烽火连连 战断不断 1980年到88年的两一战争 让伊拉克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 元气大伤 老百姓苦不堪言 伊拉克的经济也更加依赖石油出口 到1990年夏天 伊拉克先是指责邻国科威特 为了恶意竞争蓄意压低油价 然后在8月2号 正式宣布 科威特原来就是伊拉克的一个省 然后把坦克开进科威特 并团了这个小小的 1991年1月16号 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开始对科威特伊拉克境内的军事目标 实行军事打击 开始了历时42天的空气 海湾战争由此为了